成功进入到最后一环节 谈前不伤感情 来请杨荣 贾君走上竞价台 来吧 我们先从贾君这边开始 期间的底线起步 让你去见证 你成为一个优秀老师和教育工作者 或者教育创业者的路 我愿意一起陪你 工作的一点在北京 来 杨荣 我这边给你提供的是我们的兄弟公司 威梦传媒的市场专员 因为我觉得你今天专业系 没有特别展示出来 所以我给你一个基础公司 薪酬是7500 来 我先请教一下两位企业家 因为现在我们提供给求职者的岗位 和他今天来的目标岗位是不同的 然后薪酬也和他的期望薪酬 有大幅的下降 我先想问一下贾君 在您那边 您提供的岗位 他的平均薪酬是什么样的 应该是1万以上 因为我是有一个问号 我觉得他真的是不爱孩子 这一点我要亲自看一看 我看到了 我就很快会补上1万以上 好 来 杨荣这边呢 我这边是这样的 其实对于专业来讲的话 大概薪酬就是6000到8000 但如果你做得好 你可能比如说身上经理了 或总监级 那就另外一个层级了 薪酬就不一样了 好 接下来 崔剑桃 好 考虑几秒钟 在微梦传媒和藤燕教育之间选择其一 或者谢谢再见离开舞台 考虑开始 时间到 崔剑桃 你最终的选择是 我的唐燕教育 祝贺贾军 也恭喜我们的求职者 崔剑桃 同样谢谢杨荣 来吧 好亲爱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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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敏儿 谢谢 杨荣姐特别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您 我觉得你会非常有可书性 谢谢您 一定会得到的一万五个呼吸 我的荣幸 加油 借助崔剑桃 本期节目求职成功 我们也想跟电视机前的 和他有着同样境遇的朋友 说几句 有的时候啊 不是你认为自己适合什么 就适合什么 真正想帮大家 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找到一份适合你的工作 首先要展示你的才华 其次 各位经验丰富的企业家 还有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 会更多地发掘你的无限潜能 也许我们的发现 会比你的意向岗位更适合你 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 再见 谢谢 对自己今天的表现呢 还是有一点点不太满意 的确有一些小紧张 然后呢 各位企业家给我的意见 我也都欣然接受 希望可以在职场中越走越远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 官方抖音号 上抖音搜索非你莫属 每天中午的12点 我们将准时开启直播 将与我们的各位知名企业家 现场连麦互动 为您答疑解惑 提升你的职场竞争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